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每个窗格状有尺寸不小于14公分 乘30公分的透明玻璃 或类似材料 ICP-965-1必须被保存在一个能够抵抗强烈地震干扰的环境可控保管设施中 必须每周检查ICP-965-1的材料降解状况 无论何时需要至少两扇相似的加工窗户被置于分离的隔间中 并给予额外的称电和绝缘保护 在这两扇窗户和目前的ICP-965-1之间 不得存在任何其他宽于14公分或高于29公分的窗格 有缘身处收容ICP-965的房间内时 房间中的灯光必须保持在130烛光以上 实验室除外 虽然ICP-965目前被收容于ICP-965-1中 但是因为我们无法在ICP-965-1遭到破坏时 通过不接近其自身而控制其行动 使得它被升级为Eucaly 更长期稳定的收容ICP-965的方法正在研究中 并且一级人员可以在经过三级管理人员的批准后进行单独实验 描述 ICP-965是一种发生在重要框架的窗户上的视觉显现 其中显现是一个正在透过窗户往内看的皮肤苍白男子模糊的脸 实际细节会变动 例如面朝的方向以及男子的年龄 不过足够证据表明 所有的脸都是同一个人生命中的不同阶段 年龄约在10到55岁之间 对ICP-965的脸进行身份辨识的研究至今无果 ICP-965只会在窗户外部的相对亮度 低于无烛光的情况下出现 无论内部亮度如何 之所以区分内外是因为这张脸只在组装好的窗框中出现 尽管不需要当前处于安装状态 目前为止 ICP-965没有表现出任何 从一个玻璃窗格中主动移动到另一个的能力 即使两个窗格处于同一扇窗上 它只能在目前的ICP-965之一被破坏时 才能到达一个新的现身点 此时这个新的稀息地就会被重新归为ICP-965之一 这张脸在ICP-965之一的外部也可以看到 但是不同于其二维的性质 它被描述为看向房间内 ICP-965造成的初步影响包括不安 紧张和低度的偏局 这些感觉会影响所有处于可以看到显现范围内的人 即使被遮盖 例如被窗帘遮盖 根据在发现ICP-965的房间中居住的居民 遇到睡眠问题的有关报告 以低级人员进行了在安装有ICP-965之一的房间内睡眠的实验 一个睡在能看到ICP-965闲现范围内的人 一定会出现令人不安的梦境 通常涉及被追逐 攻击 折磨等等 尽管在梦中没有物理接触 当同一对象反复受到不少于三次 但是从不超过十次的影响后 ICP-965会开始展现出比平时更清楚的微笑 这之后对象会开始抱怨胃灼热或腹痛 并常常开始出现吐血或排泄物带血的情况 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害者的肠胃道的不同位置出现溃疡 和小规模出血所导致的 目前假设这些病痛的原因是ICP-965的影响 不自然地加速了人体对提高的压力和恐惧水准的反应 达到此阶段的受试者也报告了在窗户上显现的脸 持续在梦中 以及清醒时的视觉余光中出现 即使离开ICP-965的附近依然 他们中的大多数有低度但是持久的偏局 并且伴随他们正在被观察或跟踪的感觉 目前还在研究究竟是参与影响 还是ICP-965对他们精神造成的创伤性侵扰的标准后续失调症状 迄今为止 ICP-965没有发出过任何噪音 也没有任何在ICP-965在其出现时 以任何方式移动的报告案例 然而它可以消失之后再以另一个姿势重新出现 ICP-965也显示出了有知觉的迹象 已经观察到其在一个空房间内显现时 会表现出失望 在一个曾经破坏过之前ICP-965-1的人面前显现时 会表现出激动或愤怒 并且曾经有一次在参与对其回收的特工出现时 表现出恐惧 附录事故965-1 19年 破坏ICP-965-1的常规测试 证实一个多窗框的窗户 可以作为复数的收容区 对于整体结构的充分破坏 脏使其不能作为可能的替代品 不幸的是实验过后 ICP-965转而显现在一个临近实验室的观察窗上 因为基金会设备的高标准 需要彻底替换磁窗 并使用战术爆破将其销毁 ICP-965在此事故后 一个月处于高度敌意状态 附录事故965-2 20年 博士要求调离与ICP-965有关的项目 他报告说开始出现ICP-965的幻觉 并且感受到了偏执症的影响 与那些在睡眠时受到影响的人相同 尽管他本人从未在ICP-965的影响下睡眠过 博士被证实撤职 并且被指定心理治疗 没有报告出现其他未曾在ICP-965出现时睡眠 却被其影响的人 以上就是ICP-965 简单来说ICP-965是会在一面窗户上出现的一张脸 会给作为人带来不安、紧张和偏执 在附近入睡会作噩梦 多次之后会开始出现肠胃道的出血 最后即使离开范围内 脸依然会在梦中和余光中出现 这个ICP因为是比较早期的ICP所以概念还蛮简单的 但我还是蛮喜欢它的图片 有一种诡异感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为ICP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拜拜